我 行了 那我您会先吃点东西啊 那你做的 来 小心点 我可以真的喜欢你吗 可以吗 你烧糊涂了吧 我给你倒杯水 月子 你烧糊涂了 你帮你拿一份吧 谢谢 凶兆啊颜柯 你今天看起来面带轻薄 预势有损啊 不是这掉根筷子至于吗 别听她的颜柯咱吃饭 你们今天有看到熊一帆吗 没看见 你找他有事 又怎么了 让你一天神神叨叨的 解好了吧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喂颜柯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 我 是这样的 快要期末了对吧 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复习好不好 我们体育系不怎么考笔诗 不是不是不是 还是考的 要不明天一起去图书馆复习 我来帮你站坐吧 小熊 图书馆见 喂 刚刚没笑到你吧 我知道你喜欢颜柯 但你也不能阻止我喜欢你 那你都知道我喜欢颜柯了 你为什么还要 你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吗 不给 不留 没有机会 还好啊 你刚刚那行为我没有打你 那是看在你生命的身上 你下次要再敢这样毛手毛脚的 就你那小身板 我一个过天睡了我就给你轮地上了 吃完饭了之后再吃药啊 下次再吃点晕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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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意思 我的妈呀 考试这么积极了吗 怎么办 小熊 你什么时候来的 你怎么能站到这么好的位置啊 你今天复习哪一科 你复习什么我就复习什么 英语吧 好了 好了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四季考试的时候 我们也一起复习过英语 对 我们还是肯定复习吧 好 复习 复习 好 小熊 这么巧啊 你怎么在那儿 我来看你啊 顺便来学习一下 你敢那么才好来捣什么乱 我都说了我这次是认真的 你考虑我一下嘛 小熊 你困了 嗯 我有咖啡 不是 我喝咖啡不管用的 去地址 喝这个 我帮你开 喝我了吧 喝 好精神 不困了吧 不困了 不困了 喝咖啡 喝咖啡 这是个啥意思 小熊 你看你懂 来 学长给你讲一下 一个重修的学长 他倒是敢讲 你敢听吗 哎 重修怎么了 我重修的又不是英文 那你重修的是什么 私修科 那家里边你思想有问题啊 来 来 给你看看啊 这个 提干问 面对一个又帅气 又有魅力的异性追求时 你该怎么选择 四个学长啊 A 接受 B 思考一下 接受 C 忘记所谓的男神 立即接受 D 感激生意 这 这还要选吗 我看起来很蠢的样子吗 这四个选项 明明都是一个意思 再说了 大学英语怎么会考这个 怎么不会啊 你看啊 这篇阅读明明写的就是 随着全球单身人口数量 日益增加 许多国家 为了单身人士提出倡导行进 真的假的 真的 我 我就跟你说了 他思想有问题 来 我帮你看 这个提干问的是 假设 有一个死缠烂打的追求者 而且还没有自知之明的话 你应该要怎么做 我 我什么时候死 A 毫不犹豫地拒绝 B 言辞警告 让他不变本加厉 C 必要的时候 可以打给警察求助 还有D 练习跆拳道 这怎么选都是对的答案啊 不是 颜柯你什么毛病 没毛病 我是今天才发现啊 你真是蔫儿坏蔫儿坏 你怎么今天才发现啊 那你事先咱俩合作 你都是虚情假意的了 难道我对你还需要真情实义的吗 你 我怎么了 你在干吗 我吃一口 不用吃了 酸的 真是酸的 真是酸的 那个 我 我到了 就送到这儿吧 好 好 对 那个 好 跟着 给 早点休息啊 这一点就休息啊 年轻人的夜生活才刚开始呢 那你怎么还在这儿没去过你年轻人的夜生活啊 这就是我的夜生活啊 休息睡吧 你怎么不去休息睡啊 你那么养生 你 晚安 晚安 我 我 我 走了 小熊 对对对 好 晚安 晚安 我走了 早点休息啊 拜拜 拜拜 她的晚安不是跟你说的 老燕 我要通知你一声 我现在要开始正式追求小熊了 你别给我使绊子 咱们公平竞争 你要拿什么东西跟我公平竞争啊 不是 什么意思啊 这位 有严屏 我也要放了 我可以补款 我现在还没说什么 他很難 声 我说